來 熱情啊 熱情啊 首次代表泰迪大出戰全大運的跳遠好手 也是亞奧運的國手林玉堂 在第三跳時 跳出七公尺七八 拿下金牌 也完成四連霸 賽後林玉堂坦言 今日第一跳狀況不太穩定 因為天氣炎熱 早起比賽 加上賽前熱身不足 在第二跳時 選擇放棄 等狀態調整好後 再接續後面的比賽 其實他早上真的是不太 對 硬醒來 然後到家比賽 然後人數又多 又等很久 又熱 想辦法 你只想辦法維持自己的體力 然後拖這麼久 我就覺得大家都一樣 就是像學弟他們後面都跳到抽筋 想拼到抽筋 其實大家狀況都其實都差不多 因為天氣的關係 對 40個人人數太多了 如果我第一跳 第二跳都要跳的話 我等於說我要熱身三次 就變成說我第二跳 可能休息完40分鐘到一小時 然後因為一些田徑規則的原因 我沒辦法再操場熱身 所以變成說你會增加一個受傷的風險 那我不如就是第二跳pass 我第三跳的 因為我已經確定進決賽 我第三跳當一個熱身 去跑助跑 讓自己身體活絡之後 然後一跳四五六跳 策略是這樣子 就是不要讓自己熱了又休很久 熱了又休很久 這樣很容易累 林玉棠為台灣首位 獲得巴黎奧運資格的選手 面對七月的奧運 在之前鑽石聯賽時 發現肌力變化產生助跑問題 此次全大運也以賽代訓 在奧運前的每一場比賽 一步一步修正 希望將最好的自己 呈現在奧運場上 其實也沒說哪一個助跑是最好的 就是你今年適合哪一個助跑 適合你的身體那就是好的 只是這都是需要說 用時間或是比賽去抓 因為像我從受傷恢復回來 可能只有跑個四次五次全程 就是四到五天練習這樣子 然後又去比賽 上個禮拜回來之後 又來比全大運 就休息往比全大運 只能藉由比賽的強度去抓 在比賽中什麼助跑適合我 而不是在練習中什麼助跑適合我 對 是在比賽的時候 之後可能六月份六中吧 看國邀賽的 國邀賽的跳出來的成績 或是說我助跑都有感覺 中間六月份中 可能會再排一場 安排奧運前戲的一場 最後一場備戰 然後就關起來準備去奧運這樣子 對 田徑賽程的最後一項賽事 為公開男子一千六百公尺接力 台體由王柏雅 徐肖凡 楊俊淳 林仲薇 以3分10秒42 拿下田徑場上的最後一金 完成二連霸 今日全大運田徑賽程落幕 台灣體大在田徑 共奪下13金五贏十同的好成績 也為本屆全大運畫下完美的句點 記者徐彥宗 蔡子平 陳柏勳 林雲鈞 台中報導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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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